有許多公牛圍繞我 巴山大力的公牛 四面困住我 大衛他很多時候用一些形象化的字眼 或者是一些的比喻 去表達他自己的處境 在第十一節那裡 就是他求神 不要遠離他 因為沒有人幫助他 但是去到第十二節 突然間就轉了整個的話題 在這一節經文 他說有很多的公牛圍繞著他 就是這裡 我們看這些公牛 到底是不是真的 實際的牛圍繞著他 有時候我們在聖經裡面 就用了一些的比喻 就是比較生動的一些的動物 不同的東西去比喻出來 那麼這裡我們就看在字眼 就就是說很多的公牛 而且在後面那一節特別強調 巴山大力的公牛 四面困住我 就是在後面那裡 其實我們說過平衡體 這個巴山大力的公牛 其實就平衡上面 許多的公牛 但是呢 就更加具體 更加形象化地 說到什麼呢 這些公牛 不是一般的公牛 是巴山的公牛 就是巴山這個地方 就是那些公牛 就特別出名的 而且呢 用大力的公牛 就是這些的公牛 是很有力量的 就是圍著他 然後呢 再用了一個什麼 四面困住我 就是團團包圍呢 你是走不掉的 那麼在這裡呢 我們就看到大衛 他一方面呢 就講了那個孤立無援 那個的處境 另一方面呢 又被四圍包圍 而包圍他的呢 就是這裡不是寫到人 有時候他講什麼仇敵啊 有時候說那些什麼 恨他的人啊 但是這裡呢 是指到那些公牛 大力的公牛 那所以呢 就是我們就看到呢 大衛 他在這裡呢 就是描述出他自己 那個的困境 外被包圍 又沒有人幫助他 有時候呢 我們都會感覺到 我們自己都好像被很多的困難 很多樣東西影響著我們 但是我們呢 在這樣的處境 千萬不要失望 不要灰心 我們 繼續忍耐 繼續 學習 去倚靠神 靠神幫助我們 祈禱滅 我們都看到 大衛 他在這種孤立的處境 對外 受到很多的公牛 去懷疑擾住 甚至乎這些巴山的公牛 四面將他圍困 將我們都需要倚靠你 無論我們遇到什麼環境的衝擊 求神 讓我們有力量 讓我們繼續 不要放棄 去面對 倚靠你 祈禱滅主命求 阿門